Sher Happy, 今天是我Quindon, 甚至有After 10 Hello 三位好, 你好 好久沒見 其實知道你們有新歌, 所以都新了一段時間 我不想這麼久才找你們 怎麼會呢? 這歌的宣傳很長 一首歌給更多人聽到 新歌叫做 潮幸福前行 潮幸福前行 一首聽起來很溫暖的歌 好像放在After 10 身上好像沒感覺到 好像沒見過這麼溫暖的事情 好像很不合 也有少少的 老實說 真的, 我們都是有少少的 階段轉變 突然變大了 溫暖也是其中一種感覺 也有很多人提出 好像跟以前的歌不一樣 以前有些可能有些路火 或者有些在講理想 Hello 黑便的歌 那一首這麼暖的 是呢?何解? 誰想的呢? 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引起我們這樣的轉變 是這位朋友生了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都很大 轉眼界嗎? 轉眼界 轉眼界 幾歲了? 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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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還要去搞讀幼稚園的東西 開學了 大電視 是啊 已經進入了幼稚園階段 已經要讀K1 我們突然間都覺得很快 是啊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 自從我有了小朋友之後 他們見到我日常生活 我日後上班很忙碌 也有很多壓力 跟其他打工上班的人一樣 但我經常都說很想退休 很不想做 我找份舒服的工作 但最後我回到 沒有的 沒有舒服的工作 沒有的 沒有的 只有喜歡工作 對 沒有舒服這件事 那我回到家 我也很想找一些東西 釋放到我 這些負面的東西 其實我發現這個出路 或者這個出口 就是我家人給我的支持 那我太太 她說 可以的 你快點找到那些工作 對 靠你了 我每天回到家 看到兒子很開心 我又覺得 什麼都值得 只要家人還是開開心心 我覺得 我們在外面 可能 在職的爸爸在外面打拼 已經變得 所有東西都變得值得 嗯 就是因為 有一個很溫暖的家 所以就令到你 不如我們做這首歌吧 也是 其實我們還有上半部 這首歌 《潮幸福前限》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第二集 其實我們有上一首歌 叫做《情壓時代》 《情壓時代》 就是講偏向上班族面對到的壓力 那首歌 其實製作的班底 其實是同一班人 就是 監製也是 填詞人也是 其實就是 其實都是他們看到我 我平日好像經常上班 都無緣無故被人罵 因為我們經常跟他相處 聽電話 說話又突然很大聲 不是 因為 就是 粗口還飛 他一說電話 然後就 下幾百萬上落 真的好像人家演戲一樣 就是 見到他都覺得辛苦 聽到都覺得很大壓力 對 為什麼要這麼大聲說話 對 為什麼要這麼多次 因為我現在開始有點濃濃的 沒關係的 你是跟同事才會這麼大聲 是嗎 是 真的 真的 你濃濃的本身也是 就是你那時候很緊張 那些事情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你才會這樣 可能是 自然反應 他們看到我這種生活 其實都明白 大部分上班族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麼辛苦 吃力 所以寫一首歌 其實就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 我們這些上班族的壓力 其實出口在哪裡 寫了《情壓時代》這首歌 就有朝幸福前行做的回應 嗯 整個概念就是這樣 壓力的出口在哪裡 就是回家了 是啊 有一個很好的套餐給自己 對 對 自己釋放了那些跳能量 或者不向著家裡發脾氣也好 起碼家裡有一個溫暖到自己的感覺 對 對 就是可以回家裡 我什麼都不管了 我放在這裡也好 是 起碼家人明白你發生什麼事情 是啊 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回到家裡 其實我近來都沒有怎樣管家裡 老實 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 就睡覺 就睡覺 其實是 對家裡是不正確的 也知道要多投放時間給他們 起碼可能要陪下太太 或者和兒子出去玩多一點 但是 你的花生仔會給臉色來看 是啊 即是他的兒子 認識了已經 3歲了 有時候 我可能兩天會見不到他的 他一見到我 他就說 不要爸爸 好慘啊 不喜歡爸爸 其實我也很不開心 我開心 為什麼我開心呢 因為他媽媽問 啊 哪個排第一位啊 媽媽 第二位呢 Jaja Jaja就是他 他就是Jaja 為什麼我叫Jaja 因為我是花名 Jaja 我是負責帶他出去玩的 那他就很癡我 所以呢 我成為了第二位 我也感覺到很高興 爬了爬位 當然 我帶他去玩 他當然會癡我 可能他的感覺 但是我們已經當了大家是家人 其實大家都互相幫忙 照應 照顧一下他的兒子 又減輕了阿楓的壓力 有時候因為有個小朋友 我們好像長大了 是 都會的 那你是長輩來的 你要教他 那你也是黨藥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想的事情 開始有點不同 所以覺得我們 他說的事情都應該 成熟一點 跟我們想什麼去改 沉覓一刻 歸卡感覺 沉覓歲月 淚淚的你再破 沉覓每日 擦張高的笑 面笑聲 造就出最大美景 叫幸福是情 我其實都見過你們出場的時候 可能花生仔都會帶他出去玩 會的 會的 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家庭 是 很親密的 其實從小帶著他出去做表演 看著你們 其實他會不會已經喜歡音樂 其實這個是肯定的 其實我由他十幾天大的時候 我已經偷偷地帶他回來 其實也很大膽 十幾天而已 真的未到一個月已經帶他回來 我也很擔心 因為那次又要回來做事 那你怎麼帶他回來 又沒有人要你帶 因為那天要回來做事 是 那我看 又想黏住他 是 那我跟太太說 算了試一次 應該可以的 我想他們不會掉了我寶寶 其實我很害怕他們 我想我上來都很客氣 你抱不抱 其實我不想放寶寶 是會擔心的 那阿偉說 我當然抱 那我交給他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 手也真的可以 不要掉 你快點拒絕我吧 不是說不抱 所以就是 正常好像我這樣 我不敢抱 太小我不敢抱 我一定要抱 因為我其實 我經常抱寶寶 不過我這麼小時候 真的很有經驗 我經常都會抽寶寶 但是那一刻都會害怕的 你十幾天那一刻 哇 其實十幾天是最好恐怖的 因為他不會反抗 他不會反抗 但是那個緊張程度都高 所以他其實這兩三年都是在這個環境 即是他偶爾都會上來 現在我覺得最有趣就是 就是他會看到我們夾樂隊 他又自己拿著一個奧哩尼尼 就會假裝跟我們一起夾樂隊 哈哈 因為他 我們站在三個位置 他就會拿著結他仔 走來中間自己坐下來 一起唱 好可愛 但他當然不是在彈東西 自己亂彈 但他的觀察力很厲害 譬如我們有時唱到 那樣子 他一到那些位置 他就會 哈哈 即是他會配合 他記得他做哪一個 他記得的 他記得的 是啊 因為他經常都聽著他的歌 他一坐車 他有帶一個 寶寶的黑風仔 是 希望他不會這麼快 業仔受損 應該可以的 但現在我最不開心的是什麼 雖然他現在很喜歡音樂 但他最喜歡的樂器 竟然是打鼓 YES 這個 其實很正常 我跟了哪個歌 不是 我搞到 你想跟他彈BASS嗎 彈不到 這麼小 這個我是很不開心 因為我嘗試過 我覺得他以後會是 什麼樂器都會玩 因為他很喜歡彈結他 他會拿阿康的結他彈 亦都弄壞了一兩次 在那裏而已 打鼓是他最常玩的東西 因為你聽到有聲音 那我放一支BASS給他 不要 不斷彈一下 然後就離開 那他又沒有什麼聲音 你不要把琴上 琴 我有試過 他都會玩一下 但是似乎 剛才講的東西都高於BASS 嗯 彈結他 他都彈到流血 他都說要彈的 是啊 他不懂彈 亂按自己 他不懂彈 亂按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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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BASS是 點一下 走過去 那你要有他size的BASS 才玩到 我很挫敗 現在 你的BASS那麼大 嚇壞 不是 還有他唱歌他都很喜歡 唱歌嗎 是啊 他好像經常都唱我們的歌 是啊 可以訓練一下 他可能是下一個高石亮 是 這樣就好 以打鼓為主軸 但是其他人都會玩 是